好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是增加 跟增加很相似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 其实呢 你只需要在这里面改几个地方 其他都不需要就动 购物商品数量的这个减少 减少 那么 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类的吧 绑定的地方是不同的 这里面是这个 所以第一点把这个改掉 改掉之后呢 这里面我要获取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量 那你注意啊 刚刚呢增加 那么输入框呢 是在增加的下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减少到是不是在它前面 所以呢 把这里面所有的next 给它改成这个pray啊 改成前一个 所以这边呢 也是改成前一个 对吧 好 其他的值照样获取 获取之后 这里面组织参数 这里面是不是就减一 对吧 所以呢 减一 减一完之后 你注意啊 是不是可能减到零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变 你在这边你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对吧 加一个判断 如果counter 小一等于零的话 这个counter 我们的counter是不是等于一 其实呢 你在这边啊 如果小一等于零的话 如果你小一等于零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往下走了 不管你了 对吧 我页面都不动了 我直接给它水转 对吧 相当于你页面 是不是一直没有动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不小一等一 我是不是才做 对吧 在这里面获取这些东西 然后呢 发起请求 过程是一样的 最终做完之后 如果对吧 你更新成功的话 我要重新设置商品数目 这个重新设置商品数目 是不是就 next改成pre 然后呢 再往下去看啊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改的 看没有 其他你是不是不需要动 一样的步骤啊 你无论是增加减少 对吧 只要你一减少 这个数目一定变 你这个如果选中的话 下面也要变 如果不选中呢 你只需要去变这个 小技啊 所以呢 它的过程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你看到这边 基本上 你只需要把这个 next改成pre 然后呢 把这个 简易之后呢 做一个 判断啊 做一个判断 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呢 去做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点击刷新 点击刷新呢 这里面减少 对吧 减少 对吧 减少减少 比如说现在不选中了啊 继续减 减少减少减少 减到1 是不是减不动了 是吧 那么这是这个减少啊 那么仔细看一下呢 其实这里面的代码呢 它其实呢 它是重的啊 你可以呢 把它抽出来啊 抽成一个方法 然后呢 定一个方法啊 更新 购物车中 商品的 数量 好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定一个函数 叫function update remote cut info 然后你要更新的商品呢 ID谁呢 你要告诉我 sqid你给我传过来 更新的数量什么 你也告诉我 你给我传一个 所以我在这边 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帮你发请求 发请求之前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啊 我们在这里面 去把这个csf呢 给他 拿到 拿到之后呢 下面我发请求之前呢 我就是组织这个 参数啊 组织我们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参数呢 也组织一下 组织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 去发这个 请求了啊 其实呢 在这里面 要注意啊 我们在这里面 组织参数 我们把这个注织呢 拿到我们这边 你在这边呢 组织参数 组织参数之后 我就发请求 但是呢 我这边呢 还是要发一个 同步的啊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 把它呢 这一部分呢 给他 拿过去 最终呢 我要发的这个请求呢 就是他 就是他啊 你把这请求发完之后 最终是不是要有 要有两个变量 对吧 一个是LR update的 标记你更新是否成功 一个是车头 接收这个 用户构成里面 商品的 总建筑啊 那么你像这个的话 这俩变量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给他定义在我们的这个 外面啊 定义在这个函数的外面 直接把它放到 我们函数的外面啊 那么这里面 我做完之后 我是不是就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 其实呢 就这个过程啊 那么 然后你有了他之后 我们把这个参数呢 也给他放到我们这边啊 放到这边 好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抽出来一个函数 你抽出来这个函数之后 对吧 在这里面 我减少这边啊 我这边减完之后 我先去教验这个参数啊 我先去教验我们的参数 好 进行完之后 下面呢 我要更新购物车中的记录 我就调函数啊 更新 购物车中的 记录 我就调函数 直接呢 就到update remote card info 对吧 我要更新的商品 拿ID我已经拿到了 传过来 给你 然后呢 我要更新的这个数目呢 我也计算好了 给你 那么下面呢 我要做的是不是 一样呢 不需要动 判断是我更新成功 你只要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呢 把它改造完之后 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刷新 点击 减少 好 这个减不动了 对吧 继续减 减 是不是减了 对吧 那么这个减啊 同样的道理 那么像上方的这个增加呢 一样呢 你可以呢 把它去抽出来啊 你可以一样呢 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拿出来 那么 然后哪边呢 首先看到这边 你组织完参数之后 对吧 发起牛这一步呢 你其实呢 你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在这里面去 哎 调整函入啊 更新 购物车 记录 好 直接呢 是调用我们的 update remote card info 对吧 传入sqid和这个 counter啊 然后呢 你就根据它 它的这个值 判断是否更新 成功 好 这里面是这个 增加 减少 哎 它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呢 至于像这个 手动的输入啊 它和我们的 这个里面 也一样啊 你注意啊 还是在这个基础上 你只需要改一 改一些代码 就搞定啊 找到这个 那么这一步的话 我们说用户手动输入 对吧 输入完之后 是不是可能是非法的 所以呢 你要绑定这个 输入框 它的失去焦点事件啊 那么这个输入框 谁呢 它的class呢 就叫 那么少 你只需要绑定 这些那么少的 哎 这里面是啊 手动 我们的手动 输入购物车中的 商品数量啊 购物车中的 商品数量 哎 商品的数量 好 这个怎么做呢 失去焦点 直接写上一个 不是 对吧 然后把这一部分改掉 改完之后呢 首先这里面 获取商品的 ID和商品的数量 对吧 你到了this 是不是就这个 影铺的框 影铺的框的value 是不是就数量 哎 它的ATDR 是不是就商品的ID 所以呢 这边 把这些prin 都给它 删掉 好 删完之后呢 那你注意啊 这里面我们教研参数 就不是这样教研了 用户输的啊 这个教研 跟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详情页面上 一样的啊 首先 先判断 是不是一个数字 输的啊 意思 然后或者 然后转化 然后转化成数字之后 小于0啊 pass int 写上一个 如果呢 是小于等于0的话 说明这些 是不是非法的 非法的怎么做 你输的是 假如说啊 你我本来这里面 有两件 对吧 你在这里面 你给我输一个 我是不是不给你更新 不给你更新 那么我是不是把这个值 还给你设置为 你输之前的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这里面要做的就是 设置商品的数目 为用户输入之前的 数目啊 设置商品的数目 为用户输入之前的 数目啊 所以你既然要设置为 输之前的 用户呢 他既然输完之后 他是不是已经改了 你是不是要记录一下 之前的值 把这个记录之前 值怎么记录 是不是你只要光标一进来 我就给你记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边啊 你需要呢 去绑定他的 获得焦点 事件啊 就在这边 哎 记录啊 记录用户输入之前 商品的数目啊 记录 用户 输入之前 商品的数量 好 这个呢 其实就是 dollar 点 那么 手 点 fox 获得 执行一个函数 对吧 这个数目要保存在哪里呢 我可以在外面定一个变量 叫做 pre counter 等于 零 你过来之后 对吧 我就把这个他的值呢 给他保存起来 直接是pre counter 就等于我们的 dollar this 点 value啊 这我就是不是就保存了 那你这边如果失败的话 我是不是设置一下 对吧 dollar this 点value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pre counter 然后呢 我你更新的 我就不给你更新了 我直接呢 给你 返回 好 否则的话 你这里面是不是要更新 那么更新的话呢 首先 这里面啊 还有一点 就我们昨天说的 这几种条件 虽然都满足了 都不满足啊 但是呢 这个counter 可能是一个数字 所以在更新之前 我要把它转换一下啊 counter 等于我们的 pars int 转换成counter 对吧 这是我最终要更新的值 对不对 好 那么然后呢 你去更新 对吧 更新完之后呢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呢 还是直接把这个precounter 给它拿掉 好 拿掉之后 下面呢 这里面呢 又不变了 对吧 还是这样的啊 还是这样的过程 然后呢 但是你要注意 这里面如果更新失败的话 怎么做 更新失败的话 对吧 用户呢 比如说用户 本来这里面是两件 用户出了一个100啊 超过上面裤子啊 它更新失败了 我没有更新 那么这个值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还是设置为 之前的这个值 跟我们上面一样啊 把这个之前的值呢 写着 把这个给它做一个 相应的设置啊 设置 OK 这里面呢 你看啊 我们的这个 手动输入器呢 只加了这么 加了这个 对吧 获取之前的值 然后呢 你获取完之后呢 做一个校验 校验完之后呢 加了一个校验 校验完之后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更新失败的话 好 然后你输一个对的 对吧 我输一个三 我输一个三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点击 是不是这变成死单 这也变成死单 对吧 然后比如说 我输一个大的 我输一个300 好 是不是库存不多 库存不多 不给你更新 你点出来 是不是也是三 它就不变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手动的输入啊 这仨呢 其实呢 你只要搞定一个啊 你只要搞定一个 其他两个 都是在增加的基础上呢 简单的去做一个更改 无非是这个参数校验 还有这个获取值的地方呢 有一些区别啊 有一些区别 OK啊 这一部分呢 这仨 增加 减少 还有呢 这个手动输入呢 都涉及到我们这个购物车数量的一个更新啊 他通通访问的这个地址呢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函数访问这个卡扎 update啊 update ok啊 这一部分呢 GS啊 他俩 好 好